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 各位新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是你十二月二十 你十二月七八 礼拜三的开播大彰化新闻 我是你关心 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心30秒的新闻重点 第一次科学立委参计 中华馆核酸林核北图签 第20号上午期刑 4月参计总共13位 核酸林的幸运核北 今天出路 民进党提名中华馆 四位入省立委核酸林 在中华馆核北签后 再次合体仍然做赛 为参计加油搭起 国民党提名的入委核酸林 以后由于中华竞争中博主委 公司的核酸林的核酸林 大县化出新参计和 限定气氛热热 第一次科学立委员参计 中华馆核酸林核出抽签 第20号上午 在中华馆核酸林委员会计刑 四位参计总共13位参计核酸林 有知人亲自出席 挑出赏于自己的幸运核北 幸运核北一出路 每个核酸林也马上说 出对他们的结尚味 在厨体参计计核酸林 第一次立法委员核酸林 核酸抽签 真是在头上9点基金 中华馆市的参计区 中华馆市的参计核酸林 定期参计 为了挑出赏于自己的幸运核酸林 多数核酸林都是亲自出席 由于这次立委参计竞争中期日 官参计核酸林的定义 要价值尊计核酸林 发来相关规定 的一个好赐 那当然这个也是后续呢 我们作为我们的选举公报 还有我们的选票的一个依据 那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 我们的选举是获得选民的认可 那也请大家就是在后续的一个 选举的活动上面 大家保持一个君子之争 让我们的整个社会 还是能够维持一个良善的一个秩序 在简单的三不干做报告之后 四参计的立委参计核酸林 也依照定期的顺势来投签 第一参计核酸林和第二参计核酸林 都亲自出席 第三参计核酸林和第三参计核酸林 没有出席 由参计核酸林冠来代替投签 第一次立委参计核酸林 投签核辈的分别是 第一参计核酸林和民进党的担守核 二和是苏群杰 三和是国民党的软后绝 第三和是民进党的黄核酸 二和是国民党的油油酸 第三和是黄金兴 二和是国民党的夏伊凯 三和是民进党的郝英凌 四和是贵立纳 第三和是郑时茂 二和是国民党的帝尊雄 三和是民进党的丹苏丸 四和是蔡念成 大中华新闻中协量 中华蔡红博德 民进党提名中华官四位如新立委好核酸林 今天上午在中华官参委会 抽完参计核出签了后 再次合体两个作识 发出立空理事再赢一遍 召唤女力赢得胜利的靠河 中华谢谢立委专门 打赢得右招 孟总党建议 decid 中国信任 网易贵半 收好台湾的资金和经济 民进党又再一次 典型投票 提名的四十立委郝桑林 又再一次合体 这会在丘丸河北签了欧 联合作诗 当时大声发射 以后你是 又再赢一次 交换履历 赢得胜利的靠河 再赢一次 那现在中华官 近三中部主任委员 丹英聪表示 台湾行向世界 世界迫到台湾 中华官也应该 自己行向全世界 向全世界迫到中华官 民政党中华四十立委 全部選票 丹英联一只能跪跌 未来六千多总统 就可以担任台湾 他说说 国务一一三三 所以 我们县县自己万人夫妇 希望说 世袭一定要全上 我们修保一号 全修保一号 所以 表达丹书报 中华才会好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们修保 王修保 也是票一号 所以 他一定赢 票刀 王修保 上华 全方公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民进党在两个做事后 每一个三块好三年 丹英雅上掛到 刚刚出落的河北 丹开车堆扫鸡 继续真出领动 真出赞票 一月十三 专业支持 立委新品结论 结论 人们都可乐 以外一号 五四号 中華共産總部主委 王媛美的選領之下 大聲發出勝算靠河 希望郝佑美的勝算 國民黨提名的市市政府委 也專屬建立立法院 肯定有氣氛烈烈 先為郝佑美中華共産總部主委的管長 王媛美 選領到國民黨提名的劉委 郝散林做會做事 若有關劉委 郝散林的下誓 也希望郝佑美可以贏在勝利 郝散林表達 郝散林的下誓 郝散林表示 國民黨提名的市市立委 當中 有三人是挑戰者 跟行政比起來會較辛苦 但是大家要團結 總統選票要投給三合郝佑儀 中華市市立委也全部都給董選 我們號碼都確定了 那大家就是義務反顧 雖然我們這三期是挑戰這個現任的 會比較辛苦 但是只要大家团结 我们一起总统三号 然后立委第一选区 三号软后权 第二选区 我们二号的杨耀冲 第三选区就是我们的 二号的谢一凤 第四选区就是我们 二号的郑俊雄 拜托大家全力支持 我们的这个候选人 让他们都能够高票当选 为民发声 为彰化现的未来的 我们的建设 能够全力来争取 拜托大家 国民党在中华关系的三区 提名是是立委当中 除了第三区的软后权 是挑选三号 其他三区郝山林 牛耀冲 夏伊峰 和帝尊雄 都是挑选离合 王辉美亚 再次拜托大家 专利支持 让他们的党全报 高票动算 大家欢迎新闻 中华彩虹报道 何行香港所 就变在梁庭公园 既然理工丽市 完蛋 进行活动 现在又完蛋 就是四季 甘无猜活动 公告到来 帅相亲 来去了解 2023彰化三百 秀水传爱 圣诞嘉年华会 活动开跑了 在这岁末寒冬 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 要与您共度佳节 有圣诞装置 汤圆送门 变装派对 圣诞晚会 还有圣诞四集 我是秀水乡长林宁佳 2023圣诞嘉年华会 活力让秀水 欢迎乡亲 做回来 这个台中捷运延伸到彰化 它是在彰化市的外围 其实对整个彰化市的发展 帮助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这本账单多到让你眼花吗 免账还 开破新频道 以全面换发简讯账单咯 收到缴费通知简讯 可到各大超商或服务据点缴款 依止完成超便利 使用电子账单 不止环保 更耐地球 今晚收看的是开破大中华新闻 我是李冠金 明天是拜市 还是过你的载位赛告 免账同学记载 明天在这边的南方 何时是最后9点到11点 至下9月记账 继续提供上次的农民立主信 向前参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何必定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何必定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183年一维一合 完蛋东港 早上7点 这会到何君国中 参加完蛋新疾 更行 拔罗坡订这人传的华东 小朋友高水的拔罗坡 过去恩赐 看何必定 理工理事 活力和美 荣光焕发 好彩虎 完蛋新疾 做会 走 记者会很丢 差了气氛 何必定中 何必定中 早点以来 都在典显 何必成事 特别在两年完蛋这天 在何君国中 推出完蛋新疾 更行 拔罗坡订这人传多党 而且全人驾驭 还收到三个鸚子 带党完胜离物 和一兆60元的美食堆外观 自从更任 就任何美政长以来 就在我们的 这建设跟活动的思维来创新 那今年 把我们花样何美 改为我们 活力何美 来让民众社区以及个人都可以来参与我们健康活动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年呢 建设完了我们现场呢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 建设完了到 校园里面 我们有办一些 农特产品的展览 欢迎民众在一位一合 完蛋最早7点来合璧 参加新疾和健康活动 除了来照顾身体健康 给来他们吃好菜头 新的一年 大家欢迎新闻 林伟英 何必彩虹报道 他们这日空24年完蛋 收水香港社就买在完蛋东港 早上6点半 在梁廷公圈 去行收水与梁 梁廷英寸 在空日市完蛋 进行华党 我们现在去 公社射求100年到100空白年 出身的完蛋 梁廷英寅 和乡专人民家 以及在地瓜串 五美女 做会唱歌歌 他们这两年专心的一刻 收水香港社要来射求 民国100年到100空白年 出身的完蛋 梁廷英寅 完蛋东港 早上6点半 来到梁廷公圈 带着乡专人民家 和在地瓜串 五美女 做会唱歌歌 舍水厂公所即将在 今年度的元旦 来举办 一个元旦的借行活动 这个外团也已经 年载半了三年 今年度是第四年 当然今年度 我们则在 我们秀水的 这个龙藤公園来举办 因为是否明年度 又是龙年 所以说也计意义 今年不相同的地方 我们邀请我们乡内 出生日是这个100年到108年元旦宝宝 跟我们在地的知名歌手 美琳 阿卡瓜 就会来领唱国歌 也希望我们的元旦宝宝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国歌 还有新年度的活动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龙藤公園的腹地这边 我们有很多市集 包括有我们的米食专区 还有我们的餐车 还有一个地方特色的美食 主要我们这个米食专区 还结合我们的社区 包括有我们的公海祭典 我们这些志工妈妈 他们所创作出来的米食 也欢迎各位好朋友 来这回来共生盛情 除了米食专区之外 今年的奖品也非常丰富 最大张的就是我们一台 古古龙的这个机车 还有我们的这个iPhone手机 还有食专区等等 蛮多样的 在这边特别邀请盛情的邀请 各位好朋友 一起来参加我们 秀水箱的元旦进行活动 让我们明年新的一年 更加的有朝气 星期天内又收到 各社团带来集团的表演 欢迎鄉亲 再回来秀水龙林公園 他们吃新的一年 和江华新闻林贵英 秀水彩虹报道 今天的报道台湾 欢迎台湾 欢迎大家 当地来到台湾 今天的意书是 汤车卡 意书是 没穿鞋子 我们来看雷区 夏天 我们最爱汤车卡 去客家旁生水 再来是熟悉 汤车卡的 不怕穿鞋子 意思是 汤车卡 在这就是中下改善的人 穿鞋子 是在 管改善的地色分子 中下改善的人 性化都没人太好 就不怕捏大事 正就是 管改善的地色分子 性化妇 性化妇 教性贯用 真怕出大事 这区的 也是在行用 中下改善的人 加到地色分子 变成名 我是收藏 梁宋 inteiro 在立法院 专业 되Most 藏到国会 敏感身体 推药 这是 一月十三 總統和劉委的選舉 總統支持熱情的劉委支持 丹蘇月拜託大家 新委立法委員 修補不拜訪月期 我也是兩個小孩的媽媽 跟所有的父母一樣 希望為我們的小孩可以做到更多 對他們做過的成績 修補一定專力以赴 讓他們實現 聽受我們的保背 讓我們的小孩的教育 可以繼續用好的方向來改變 演習真心 修補四年打拚看到 勤請支持 丹修補 用心聽 認真做 我是黃秀芳 選隊的人 走隊的路 彰化第二選區 立委 恳請繼續支持 一號 黃秀芳 歡迎介紹收看海報道中華新聞 人家聖誕節 六甲國際情人相會 和好興鄉民代表年慧慶 特別在聖誕節進行 來基盤聖誕冷荒暗會 現場除了小朋友 最愛的交換禮物以外 也希望做到這個活動 讓大家更加實際 六甲國際情緒 記得這個地方 聖誕冷荒暗會 聖誕冷荒暗會 下來滾滾 有交換禮物 還有營養恩兆 和營養恩兆 和營養毛術標安定 現場聖誕節 六甲國際情人相會 和好興鄉民代表年慧慶 特別在聖誕節進行幾天 在六甲國際情緒基盤聖誕冷荒暗會 聖誕親子聯荒暗會 我們現在國際情緒商會 我們結合 我們核心青創基地的一些商家 來一起推廣 推廣他們的那個 在地的他們商家 主要是我們要透過 因為聖誕節 我們會有 給小孩子來交換禮物 藉由這個活動 推廣我們的一些活動 然後也藉由這個活動 讓家長帶著小孩子來 也認識一些我們青創 青創青年創業他們的商家 打開他們的知名度 我們今天首先要先特別感謝 我們鹿港青商 讓他特別邀請我 一起來舉辦這一次的活動 那這一次的活動呢 我們是跟鹿港核心青創基地 一起做合作 那我們首先是希望說 就是我們這一塊 規劃得非常好的青創基地 那我們也希望它可以 越來越活化 越來越增加曝光度 那我覺得這次的東西呢 它是越在地越國際 當我們在地人 越來越知道的時候 我們會越來越往外走出去 聖誕電話暗過 大家哪聲哪看表演 也讓大家的驚訝實際 六甲好興 請從基地的這個地方 多久發信 文靈貴英 六甲彩虹報道 經濟一百十二年 李維小鳳書的統計 出了現實 這行火災原因的第一名 是因為沒有正確來使用 家用電器 更在家上更冷革 電器使用量大大增加 以往電器火災 就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現在我們就透過鴨皮 帶鄉親來去了解 鴻匯的設定式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用電安全宣導的負責人 陳志榮 歡迎收看 保密防災一把抓 今天來跟大家談談 用電安全的五步一沒有的原則 各位觀眾朋友知道 我們家用電器 應該如何正確的使用嗎 根據消防署一百一十二年 二月的統計資料顯示 因為家用電器使用的不當 而引起了火災案例 高居起火原因的第一位 若沒有以正確的方式 來使用家用電器 就很容易釀成火災 造成我們生命財產的危害 那為了避免悲劇的發生呢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何謂用電安全五步一沒有的原則 那用電安全五步是哪五步呢 第一個就是用電 記得不要超窄 同一個插座或同一條電源延長線 切記不可以插接多個電器使用 尤其是電熱型產品 以免因為負荷過大 而使著電線或插座發熱情形 因為高溫造成的外觀 絕緣融化而形成的電線短路 第二電線不綑綁 電線綑綁殘繞會增加電源阻抗 而造成電線溫度升高 進一步會使電線的外觀 絕緣塑膠融化也會造成電線短路 第三插座不潮濕 插座上如果灰塵等激烏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在潮濕環境下使用 容易造成大量的電流通過而產生高溫 會融化插頭及插座而造成短路 導致火災是發生電線走火主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保持插頭清潔及維持乾燥 是避免住宅火災最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第四插座我們不要長時間使用 拔掉插頭其實就是切斷電氣火災發生的源頭 而且家中因為沒有拔掉插頭而浪費的待機電力 約在家庭總用電量的3到11% 因此除了24小時使用的家用家電 比如說電冰箱除外 其他的電器在未使用的情形時 應該要將主要的電源關閉 或者是將插頭拔掉 除了可以節約我們的家庭用電之外 也可以減少我們的電費支出 更能有效的防止火災的發生 這是一舉數的動作 第五電器用品旁邊 記得不要堆放易燃物品 電器用品包括所有的電熱器 儲食機及延長線等 周邊均不可以堆放易燃物品 避免因為接觸熱源而引起的火災 或者因為電線短路造成擴大延燒的情形 那麼用電五部一沒有的一沒有是什麼呢 就是針對如果沒有安全標章的電器 我們千萬不要購買使用 選用家用電器的時候 要注意是否有貼有檢驗合格的標示電器 我們才選擇購買使用 一般消費者在選用家用電器的時候 通常其實會以價格、外觀、功能的優先購買考量 但更重要的是其實是家用電器的安全性 KO商品檢驗合格標示的電器 均有實施商品檢驗 並符合電器安全的相關規定 所以正確購買才能夠安心使用 以上我們是針對用電安全的五部一沒有的介紹說明 希望各位觀眾能夠謹記在心 並遵守用電五部一沒有的原則 來確保我們居家的用電安全 避免火災發生時對我們的生命財產造成危害 最後 新北市政府相聚在此關心您居家用電的安全 繼續來關心 今天給我更在市場的交易行情 今天的總交流是234公噸 平均的交易介紹是每公斤14塊9 繼續來看上市的交易行情 我現在上級24塊7 中級18塊2和15塊3 當我上級33 中級32塊1和25 再我上級30 中級28塊7和25 購我上級50塊4 中級41和32塊7 中級31塊4 中級30塊4 中級33塊4 中級16塊4 中級40塊8 中級36塊3 下級14塊1 這個才中級14塊4 中級9塊9 下級5塊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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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最好的选择就是 凱破新频道 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 价钱最公道 宣传最有效 让您业绩抢抢棍 公司发大财 广告直播专写 719440 时间的流逝 让古老的日常 变成一个看不见的深渊 关怀与陪伴 是长辈们最需要的新年礼物 一份年菜一份爱 华山基金会邀您帮助孤老 太夸张了吧 谁还会被这样骗啊 王小姐 您有一笔网购设定称 自动扣款哦 那怎么办 现在到ATM 我一步一步教您解采 谢谢谢谢 谁还会被这样骗啊 我的麦克上位 需要我的坏款了 谁还会被这样骗啊 遇到不明状况 不要紧张 立刻打 165查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